电影业吧 科技业吧 科技业 旅游业 电子业吧 海运吧 电商吧 问到年终最高的产业 多半民众都秒回答是电子科技业 但强强错了 答案其实是金融业 其中2023年又以富邦金上看20个月最高 平均已有8个月的水准 但反观前两年已运大好 年终奖金最高上看60个月的航运业 光环不在 不只长荣海运 年终从六十个月大坎变成六个月 硬生生少了一个零 两名也从十三个月缩水只剩两个月 还是差蛮多 因为比例是很高 然后突然拉很低 我觉得心情应该比较受影响 感觉是六十太夸张 不是六太低的 蛮羡慕的 二十个月很多 可能校正回归吧 食品业也会别疫情阴霾重新发光 上市王品除了每位员工 发一点五个月年终奖金之外 竹冠金年薪也有望破两百万元 而竹间更比去年再加码 年终最高上看三个月 希望就是有个一个月 一点五就差不多了吧 服务业相关的 所以大概有这个就已经投销 餐饮业去年他们的这个年终 几乎是垫底的情况 那今年一下窜身了这么多 获利情况还不错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餐饮业现在非常缺工 很多业者很乐意 在年终方面给的比较大方 希望可以留住人才 同时吸引更多人才加入 可以填补他们缺工的缺口 孙末年终 员工最期待的年终奖金 开涨时间 虽然几家欢乐 几家愁 但上班族平均 仍可领到年终一点三二个月 还是让不少产业羡慕不已 下期新闻张婷晓乐父子台北报道